斷掌臺灣黑熊遺體遭掩埋 現場工作人員挖掘後 四個人合力將遺體運下山 經解剖離清死因 死因出爐 疑似是遭槍傷或被其他凶器所致 林務局說黑熊遺體解剖後發現黑熊頭骨破裂 身體有彈孔不排除遭人殺害 而這隻黑熊命運坎坷 前年才因為誤出陷阱 造成斷掌遭收容 但夜放後卻出現滋擾行為 黑熊跑到宮寮內打開冰箱翻食物 把農民嚇壞 心中出現在農民果園 使用農民儲備的食物及狗糧 二次受困再度被收容 沒想到二度野方卻被殺害 因為黑熊會侵入農舍 所以林務局二度野放時特地挑選人為活動較少的棲息地 但黑熊還是一路被上最後遭人為殺害 暴棄縱隊調查追出南投田姓男子和馬姓男子 設有殺害黑熊中嫌 查扣儀式專武的自製獵槍 一隻鉗彈等物品 兩人被依涉嫌非法獵捕 宰殺保育類動物等罪移送 最後三萬元交爆 華視新聞 林佳穎 林品星 台中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見